今天也是一樣 很多客人要來啦 那都幾點了 還沒現身 遲到 好 恭喜 阿倫 恭喜 你們真的好像新娘那個 新郎集團結婚 可是你們就像老樓 認討啊 我們比較像家長 玉琳哥現在什麼是 邊吃邊聊邊聊 這是洗手嗎 沒有 不好意思 要我們吃什麼 這個是 酸醬 我要吃酸醬 這是洗手吧 哇 哇 太聰明 太聰明 四位上是閨蜜啦 都四個的關係 脫衝複殺 我剛剛看喔 你跟Eason是 對 十幾年了 那Eason跟李懿 玩伴 然後李懿又是大根的工具人 我也是大根的工具人 你是大家的 不是大根的工具人 大根就是一個 非常缺德的人 有一次我們 終於約到了 然後他9點50分的時候 跟我說 李懿 我沒有辦法去了 然後隔天 他經紀人又進來了 他想說 哇 你昨天 浪漫燒完到5點了 沒有 他氣我氣一個多月耶 你們兩個就有說 把大姆選擇相信李懿了 你也不要再解釋了 你選擇相信她 你也先聽我講 沒有 像李懿我就 印象中他很誇張 你們兩個一起去哪裡玩過 秘魯跟玻璃維亞 後來到了南美洲以後 我才發現 我們只要稍微 一點點舟車勞頓 或者是晚一點睡覺的話 他就會放棄洗澡 放棄洗澡 比放棄自我還可以 有一次搭計程車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外面 非常非常冷 是因為是那種 高山天氣這樣子 然後那個司機就跟我講說 Sir 我說 他說 他說 你不能開窗 你不能開窗 他會瀰漫的一股頭臭味 就是李懿傳來的 李懿這個司機受不了 很快洗頭 醫生不只抱怨李懿 他連你都抱怨 我跟你講 我真的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你說什麼 天天 一秒變貴婦 我們那時候是去日本 如果你讓他 只要在省著的時間 讓他沒有辦法買東西的話 他會 那一種 是因為 他排的行程很無聊 因為 不是 他排的行程很無聊 但我要講的是 這個傢伙才過分 我前幾天被開 我車被拖掉走了 然後再分享 然後就是這個白癡 因為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你停車 趕快 叫我去停 你先帶轉去 然後我們在餐廳吃飯 我就跟他講說 然後安德說 他的車子停在什麼路 然後清昂就說 沒有 我剛剛經過 其實都沒看到 因為我跟你講 就是他跟我講說 你看我們好幸運的黃線 他在那邊說 他就停黃線 然後我才就說 你都在廟前面 一定會保閉 然後我們一坐下來 清昂就說 你們有沒有開車來 我說有啊 我停在那邊說 沒有啊 那你只有一堆白痴用在地上 然後被拖走了 好衰 好衰喔 記者 你有衰一次筆記本 我只要發生一點那種 我覺得 一般人不會遇到那種衰事 他就要記起來 那很over 因為像我們出去 然後市民大廠那個停車場 沒有所有的時候 他就開始我說 你幹嘛 我不懂為什麼 為什麼到我錯了 我剛好沒有 他就開始在那邊寫 下車沒下雨不帶傘 拿完藥就下雨 耳機放在口袋 丟去洗衣機 對不對 這個也很扯 而且你這個還有一個 Ed Sheeran演唱會取消 這個也很扯 他手摔斷了耶 倒楣就是他 這就是因為你盯著他來跳 這就是手摔斷 手摔斷 但是你 你好扯喔 你把你的衰 倒到他 我好扯喔 不過他們就是喔 一個很巧妙的三角關係啦 對 因為 其實本來只有我們兩個 但我們沒有想到 他的生活裡面 後來會居然找了李毅 多了李毅 除了他 你沒有愛大根嗎 不是有那個愛情書時間嗎 其實呢 我們一開始都很棒很順利 製作單位就說呢 想要在當地幫我們辦一個 彼此的婚禮 然後我們才發現說 我要嫁的人是他 然後他要我跟他 也是在那邊種愛情書 你這大概種下去之後 沒有過三十秒 你就把他挖出來 不是我 是他 還好 當時的愛情書 你如果沒有連根拔起的話 現在你們變嫌抗力了 好可憐 好可憐 他 rewards 後衛 ули 後衛